各位体员朋友大家好 下面继续基础精英版的学习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是第二次的 跨地政策跨地估计及其变更和差错更正 按照以往的惯例呢 在没有讲解具体内容之前呢 我们首先需要介绍一下 本章的考年分析和学义方法 我们先说一下呢 关于考试分值 还有呢考试的提醒 这要结合呢 以往年多的考试情况 分值期间呢 是两分至十八分 这个十八分呢 千万别把你吓住了 因为呢 关于这一章呢 它是经常出现在的主关题中 但是呢 它是结合教材中的其他章节 来出主关题 比如说计算分议题 或者是呢综合题 这是关于呢考试分值 考试的提醒 然后结合以往年多的考试情况 实际上我们这章还是比较的重要 那本呢主要讲解的是 结块准则第二十八号政策 学习呢是有一定的难度 主要是后边要讲到的 跨地政策变更的跨地处理 还有呢前期差错更正的相关会计处理 那我在学习北章时 我们要求呢需要关注一下呢 跨地政策 跨地估计 还有呢跨地差错的一个识别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判断 比如说跨地政策变更 就是一项经济业务 它到底是作为一项跨地政策变更 跨地估计变更 还是差错更正 就要给它识别或者是判断出来 那如果是属于跨地政策变更 那就按照准则规定的 跨地政策变更的规定呢 它进行相关跨地处理 所以呢这个识别判断 它会影响后续的跨地处理 换言之 如果说你判断错了 本来是作为跨地估计变更的 你结果给它判断为 或者识别为前期差错更正 那整个的后续的跨地处理呢 就不正确 所以我们在讲解北章的时候呢 首先就是判断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说呢 会计处理 所以呢你不要认为说 快计处理 快计处理它是重要 但是识别更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呢 快计处理 当然结合以往年度的考试情况 我们在学习本章时 就是这一章学完之后啊 一定要注意呢 与教材其他章节的结合 这是以往年度呢 出题的这么一个惯例 经常是结合呢 教材的其他章节呢 来构建主关题 我们这一章不可能单独出主关题 一定是结合教材中的其他内容 换言之 如果教材的其他章节 你没有学好 你这一章学得再好 学好也没什么用 实际上关于跨际政策变更 跨际估计变更 前一章的观众 它仅仅是一种工具 我们再试一下呢 本章的基本框架 这一章呢 一共是包括五节的内容 第一节是跨际政策 及其变更的概述 主要是关于跨际政策 跨际估计变更 那么它的一个识别问题 或者是判断 到这个交易事项发生了 它到底是不是一项 跨际政策的变更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 那么第二节呢 是跨际估计及其变更的概述 也是涉及到的一个识别 或者是判断的问题 那么第三节是跨际政策 与跨际估计及其变更的划分 刚才已经说了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差诵更重 会计处理方法不一样 所以呢 对于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 是我们这一节呢 就是会计处理的一个前提 所以这一面 还是涉及到一个识别的问题 那最后呢 才会涉及到的会计处理 那当然如果说前三节 你没学好 说第四节 说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的快计处理 我学的非常好 没用的 因为你第一步就错了 你判断就错了 你的快计处理不可能正确 所以我们要求呢 虽然说按照了考读大纲的要求 关于快计处理这一部分呢 能力等级是最高级三级 但是识别的 个人认为呢 还是更为重要一些 因为快计处理嘛 它就是一个套路嘛 你按照快计则的规定 让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这样来做就是了 但识别这一部分呢 可能就稍微呢 有点难度 那第五节呢 是前期差错及期更正 这是我们这一张基本内容的这么一个介绍 个人建议呢 就是这五节呢 实际上都要作为了我们这一张的重点内容 而且根据2021年考读大纲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这一节的游显内容呢 能力等级已经提高到最高级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比如说划分啊 快计处理 提高到最高级 就是快计处理呢 这一部分 还有识别这一部分 能力等级最高级三级 说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会把能力等级提高到最高级三级呢 当然提高到最高级 自然是有它的一个目的 当然这个目的呢 实际上我们在前边呢 已经多次提到了 这里边呢 我们再附述一遍 就是根据呢 财政部的规定 从2021年的1月1日起 执行企业快计准则的 境内非上市企业 要全面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那么还有呢 新租赁准则 那么这些新 这个修订后的新准则 那么很多内容呢 都会涉及到 快计政策的变更 所以这一部分呢 要求能力等级呢 自然就给它提高到最高级三级 当然这里边呢 实际上也是提示我们 关于修订后的三项准则 新收入新租赁 还有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一定要注意 与跨际政策变更 及其跨际处理的 这么一个结合 我们再说一下 本条内容变化 这个变化呢 主要是新增的部分 又增加了这么一段话 当然增加了这段话 它的来源呢 还是证监会 基本规则是用指引快乐第一号 就是关于要区分 跨际估计变更 和插手跟者 当然区分的目的 是为了后期的跨际处理 如果你真的给它区分错了 那你的后期跨际处理 说这个跨际处理 跨际准则的规定 背得拿好了 你背得拿好了也不好使 所以这个区分是更为重要的 当然新增这一部分 就是把相关的一些表述 直接的粘贴到我们教材上 并没有相关的举例 所以这个相关的新增内容 立体你可以参照一下 关于证监会 双刑公司 执行结块 证则案例解析 2020 第十章的相关内容 当然这个新增的具体内容的位置 是在我们新版教材515页 倒数第四的 当然这一段 到底什么意思 后面我们在讲到这个支点的时候 再与大家进行分享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 本章具体的我们的学习 我们先看第一节 跨际政策及其变更的概述 这一节一共是包括两个支点 而且这两个支点 少在一万年度都考过 第一个支点是跨际政策的概述 考点是跨际政策的判断 第二个支点是跨际政策变更的概述 考点是跨际政策变更的判断 也就是影响经历业务发生了 那到底是不是跨际政策变更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 算是一个高评考点 上面我们先说第一个指点 跨际政策的概述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跨际政策 跨际政策是企业在跨际确认计量报告中 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计量方法 这些字每个字都认识 但是什么叫跨际政策呢 就是把这句话背送下来 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里面的关键词 要主一的展开讲解 当然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跨际政策的内容实际上是包括了什么 原则 基础 还有什么 还有跨际处理方法 而且这个跨际政策 它会影响什么 它会影响跨际的确认 会影响跨际的计量 当然也会影响猎报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下跨际政策 包含的是三项内容 第一项是跨际原则 跨际原则的含义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它是只按照企业会计政策规定的 适用于企业会计要素确认过程中 所采用的具体的快计原则 那也就是说这个快计原则 它实际上是会影响会计要素的确认 这里边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 对于收准则 那么在2017年修订之前 关于收的缺约 我们采用的是 风险报酬转移 当然也可以说风险报酬转移模型 就是说这个商品 它的风险报酬 主要的风险和报酬全部转移给了 比如说客户了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按照旧收入准则 它是可以劝收入的 但是修订后的新收准则 采取的是控制前转移模型 那就说这个商品的控制前 如果转移给了客户 那实际上企业就可以劝收了 当然前转条件是 还要满足 比如说收的 确认的五个前转条件 虽然有风险报酬模型 然后转为控制前转模型 它会影响收的确认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它是属于跨际原则 这里边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根据第13号准则 会有这样准则的规定 关于预计负债 它的确认条件 那就说你这个货有实际上 这个货有负债 你满足了这个条件 你可以确认为一项什么 预计负债 那比如说 该业务事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第二个条件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是流出企业 金额呢 金额要能够可到这点 它就会影响了 关于要素的确认 所以这个原则呢 它会影响要素的确认 这一点呢 要给你记住了 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快政策里面的 第二项那种 快计基础 实际上这个基础呢 是包括两项那种 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确认基础 全责发生制 当然对于企业快乐来说 自然是要采用的 全责发生制 这个没得选 实际上基础呢 还包括另外一个意思 那就是计量基础 所以呢 快计政策里边的基础 主要指的是计量基础 这个计量基础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一张 总领所讲的 快要素的计量属性 计量属性通常是包括五种 这个我们在学习 计量总领的时候呢 是讲过的 包括哪五种呢 第一种 历史成本 第二种 重置成本 还有呢 可变现净值 限值 以及供应价值 所以这个基础呢 主要指的是计量基础 这里边呢 也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 根据呢 第三个准则 投资性仿地产准则的规定 对于投资性仿地产 它的后续计量 可以采用呢 成本模式 也可以采用呢 供应价值模式 当要采用供应价值模式 你必须要满足特定条件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在学习 第五章的时候呢 讲过 所以这里边呢 就不再重复了 这个就涉及到 计量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呢 包含的第三项那种 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处理方法指的是 企业在会计核算中 按照法律行政法 或者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采用或选择的 适合一本企业 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那么根据呢 第二号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定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的 后续计量 我们是可以采用的 成本法或者是 缺义法 那么成本法 缺义法实际上就是 我们讲的会计处理方法 这些也是属于会计政策 所以呢 对于会计政策呢 它是包括三项内容 原则 基础 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会影响 会计要素的确认 计量 还有在报表中的列报 关于在报表中列报 这里边我们需要 再次强调一点 就是关于2019年 一般企业草报格式 那么这个通知 对于一些报表项目的调整 它也是属于会计政策 你只要报表项目变了 那比如说原来是 比如说原来在 这个报表项目 可能说这个项目 比如说作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那现在呢 现在是应付票据一个项目 应付账款一个项目 那主要是报表项目 你发生了变化 它也是属于什么 它也是属于快政策 这是刚才 我们所讲的快政策 它们的一个含义 我们再说一下 会计政策的披露 那么在披露的时候 当然也要遵循 这奥现质量要求 就会计来说 实际上很多的经业务 都要考虑成本效应原则 因为企业 它的最终目的 就是逐利的 所以针对重要的快政策 那重要的 我们当然就要披露了 那要补重要的呢 那如果补重要的情况下 快政则是给企业一个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披露 你也可以选择不披露 当然这一点呢 又和我们第一章的 快递进行之乱 要求里面的 召现之乱要求呢 有多少有些联系 比如说下来 哪些体现了召现之乱要求 那就涉及到了 快递进行政策的披露 那么针对一家企业来说 重要的快政策 包括哪些 当然企业类型不同 重要的快政策呢 也不一样 特别是我们看一下 就是看某些企业 那么它的曹报表的时候呢 都会在曹报表辅助里面呢 来披露呢 各家企业 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快政策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举一些呢 比较重要的案例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会存在一个会计政策 识别的这么一个客观题 那么哪些属于快政策 比如说发出存货的计量 发出存货的计量方法 我们在学习第二章 存货的时候是讲过的 比如说原来采用的是 比如说采用的是先进先出法 再比如说什么移动加年平均啊 或者是期末 一次加年平均法 月末一次加年平均法 这些都是属于呢 会计政策 所以我们这里面也举例了 这个表格呢 最好是要熟悉的 再比如说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成本法或者是什么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快计政策里面第三项内容 具体快计处理方法 再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你作为一家企业来说 你到底是采用成本模式 还是供应价值模式呢 这个呢就属于快计政策 属于快计政策里边的 第二项内容 就是计量基础 再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么取得的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 它是以购买价款 还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值为基础呢 来进行计量的 当然如果是以购买价款的 必须成本 那如果是以限值为基础的 那就涉及到了限值计量属性 所以呢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也是属于重要的快计政策 因为它是属于跨际政策里边的 第二项内容 计量基础 再比如说无形资产的确认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 开发阶段的支出 是确认无形资产 还是在发生时进入当期损益 它涉及到确认 那就是涉及到的 刚才我们讲的快计政策里边的 第一项内容 那就是跨际的这个确认原则 第六项非货币资产交换的阶段 比如说企业需要在跨际报表 付诸里边需要披露 你这个非货币资产交换 是以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确定换入资产成本 还是以换出资产的 专门价值为基础 来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它也是涉及到的 快计政策里边的第二项内容 就是计量基础的问题 再比如说借款费用的处理 那你是借款费用资本化 进入资产呢 你还是借款费用费用化 进入当期损益呢 它也是涉及到的一个确认的问题 那第八项比如说还需要在 付诸里边要披露的合并政策 比如说母公司与子公司的 快计年度不一致的处理原则 这里边呢就要强调一点 当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快计年度不一致 快计年度它也是一项 比较重要的快计政策 那比如说母公司的快计政策 它采用的是1月1号到3月31号 那子公司呢可能是在呢 比如说国外 美国或者是日本 那可能它的快计度和我们 国家的快计年度呢 可能就不一样 比如说它可能是4月1号 到4年的3月31号 所以呢快计度要注意呢 它也是一项的 比较重要的快政策 再比如说合并范围的确定原则 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快政策 这是呢刚才呢举了一些例子 这个表格呢 务必给它熟悉的 因为刚才呢 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 它是可以直接的 作为选择体的选项 比如说下来拿写属于跨际政策 那要结合一方面 结合刚才我们讲的快政策呢 它的含义 或者是快政策呢 它的内容 什么确认啊 计量啊 还有呢 猎豹啊等等 我们再说一下 跨际政策的判断 对于 跨际政策的判断 我们首先呢 要从跨际要素的确认出号 然后根据呢 各项资产负债所有群 收入费用 还有要素的确认条件 它的内容啊 原则 基础 还有呢 快计数据方法 快政策会影响 快计要素的确认 它的计量属性 具体的快计数据方法 当然也会影响猎豹 因为确认 它本来就会影响猎豹 这里面呢 也是举一些相关的案例 那么这些事例 务必呢 给它属记了 如果快政策 你都没 就是一项 就是这项业务 它是不是一项快政策 就是它披露是不是一项快政策 你没有识别出来 那你快计政策变更 你肯定也识别不出来 你识别错了 后面的快计处理的 就不可能正确 所以这个举例呢 我们要求呢 这个表格里面的事例呢 务必要给它掌握了 我们先说一下呢 资产要素 这个也是根据呢 结块证则讲解2010 做的一个总结 比如说关于存货的取得 发出期末计价的处理方法 这些呢 是属于呢 快计政策的 比如说存货的取得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呢 比如说一个确认的问题 一个初始计量的问题 这里边我们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关于那存货的发出 这个呢算是一个高频考点 比如说存货 它的发出采用的是 先进先出法 这就是一项快计政策 再比如说采用的是 移动降低平均 那么比如说存货的发出计量 它是一项快计政策 这一边呢 我们刚才呢举例的时候也说了 再比如说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取得及后续计量中的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 它是属于快政策里边的具体快计处理方法 再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 及其后续计量模式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券条件 极其简直政策 那么还涉及到金融资产呢 它的分类问题 你到底是给它分类为哪类金融资产 这个也是属于呢 一项快政策 那么还有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也是一项快政策 再比如说负债要素 借款非用资本化的条件 债务重组的确认和计量 预计负债的券条件 所以这里边呢 既有涉及到的券的问题 也有涉及到的计量的问题 再比如说应付着工薪酬 股份支付的券计计量 还有呢 金融负债的分类等 再比如说所有权益要素 权益工具的券计和计量 缓和金融工具的分拆 所有要素 比如说受的券条件 刚才呢 我们也举例了 那么修订之前的 所有的券计 它主要体现的是 风险报酬转运模式 那么修订后的新受准则呢 是控制前转运模式 再比如说费用要素 商品销入成本的节准 期间费用的划分 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 比如说 关于呢 确认呀 或者是列报的问题 还有呢 财务报表列报 这些内容呢 也必须呢 要给它掌握了 这些都是属于跨界政策 比如说 编制信息流量表 直接发信息法 还有呢 合并槽报表 合并范围的确定 分布报告中 报告分布的确定 这一点呢 我们在讲述 第23章的时候呢 也特别强调了 这个表格呢 务必给它掌握了 这些都是属于 会计政策 有些呢 可能是属于呢 是一道快要素的 比如说它的确认 有些呢 可能会是一道呢 它的计量 有些会涉及到 具体的快据处理方法 当然有些情况下呢 还会影响列报 不管是确认计量 还是具体快据处理方法 还是列报 那只要是影响 确认计量 或者是具体快据处理方法 或者是列报的 这些都是属于呢 快政策 这里边呢 我们做一个支点链接 就是后面我们再讲到 第27章 合并槽报的时候 实际上呢 它也是给出了 一个快政策的 它的概念 这一部分呢 做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说 合并槽报表 编制的前期准备事项 是要统一 母子公司的快政策 那说什么叫快政策 实际上 第27章 有一些项目的表述 是先进行快据核算 所编制呢 曹报是所采用的 快据原则 程序 还有呢 快据处理方法 下面看一下 2019年的 这么一个大选择题 这个大选择题 就涉及到 快据政策的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快政策 你要结合 刚才我们讲的 快据政策的含义呢 来进行理解和识别 而贾公司 2058年的6月 购入以公司 60%的股权 购入60%的股权 它是能够控制 以公司的 贾公司在编制 2058年 合并曹报时 为时以公司的快政策 和贾公司保持一致 对以公司的快政策 是进行调整 当然这也是 编制的合并曹报的要求 那比如说 母子公司 快政策不一致 那肯定是要按照 母公司的快政策 来调整子公司的快政策 说下来各项中 不属于 会计政策调整的事 那么针对的选项 按照公立年度 统一快年度 刚才已经提示各位了 会计年度 它是不是快政策 是 但是让你选的是 不属于 会计政策调整的 它首先是让你判断 它是不是快政策 所以快年度是 所以选项A不能选 选项B 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由年限平均法 调整为双倍余额底线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它既不会影响 这个资产的确认 你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 它就是固定资产 确认没有发生变化 计量呢 计量也没有发生变化 可能它原来就是 采用历史成本来进计量的 影响列邦吗 当然也不影响列邦 在资产负代表上 它还是固定资产 虽然它不会影响确认 也不会影响计量 当然也不会影响 它的列邦 所以固定资产只有方法 说有年限平均法 调整为双倍余额底线法 固定资产只有方法 本来就是 它本来就不属于快政策 所以这个调整 当然就不属于快政策变更 让你选的 就是不属于快政策变更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 当然选词体正确的选项 自然就是B选项 那么针对C选项 将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 刚才我们已经特别强调这一点 发出存货的计量方法 是属于会计政策的 所以你由先进 先出法调整为 移动加钱平均法 这一项是属于 会计政策调整 它是快政策调整 而你选的是 不属于快政策调整 所以选项C 当然就不能选 针对递选项 将投资性房地产的 后继量又成本模式 调整为公允价值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的 后续计量 是会计政策 因为它是属于 会计政策里面的 第二项内容 就是它的计量基础 所以由成本模式 调整为公允价值模式 当然是属于 会计政策调整 所以我们这题的 正确选项 就是B选项 当然我们在平时做题 和考试做题 肯定不是一个状态 平时做题的时候 最好是把 比如说大选质题 反过来问 那也变成多样选质题 你大选质题 做的对 多样选质题 那可真不一定 那如果是多样选质题 那反过来 肯定有大选质题 当然多选改正多选 多选改正单选 那也很简单 但是如果碰到 大选质题的话 你最好是反过来想 那如果把这个问题 反过来问 说下来哪些 属于会计政策调整的 你再试着做一下 就不一定能够选择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2017年的 这么一个东方选质题 也是涉及到 快计政策的判断 假公司专门从事 大型设备政道和相似 设立后 即召开董事会会议 那么确定有关 快计政策和 跨际估计事项 下来关于假公司 董事会确定的事项中 说属于 跨际政策的 有哪些 对于一选项 对合影企业投资 采用权益法合作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 权益法 是属于快计核算的 是属于快计政策 里面第三项内容 就是具体快计处理方法 所以选项A 它是符合提议的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 后续计量 当然也是属于快计政策 所以选项B 它也是符合提议的 按照生产设备 预计生产能力 来确定固定资产的 使用寿命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它可不属于快计政策 因为它不会影响 比如说 固定资产的确认 三年五年 它还是固定资产 它也不会影响 它的计量基础 还是利涉成本计量 它也不会影响猎豹 三年五年 我在资产负债表上 猎豹的还是固定资产 虽然这个使用寿命 它不属于快政策 我们再看递选项 以具有融资性质的 分期付款方式 取得固定资产 然后以购买价款的限值 为基础来进行计量 这不就涉及到 它是属于呢 涉及到计量的问题 那是水快政策 里面的第二项那种 那些快的基础 实际上就是它的计量基础 所以呢 属于快计政策的 那就是呢 A B D 选项C呢 不能选 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我们这一节里边的 第二个指令 快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如果你能够识别出来 它是快计政策 那么快计政策变更的识别 或者是判断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 有原来的一种快政策 变更为另外一种快政策 当然就是属于快计政策变更 所以呢 第一个指令呢 务必呢 给它学好 那么第二个指令呢 快计政策变更 下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呢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许续建计 别上来就学 快计政策变更的快计处理 考试的时候呢 没这么简单 所以呢 快计政策 它到底 就是一项交易 或者是像 它到底是不是快计政策变更 先识别出来 然后呢 再进一项的快计处理 我们先识一下快计政策变更呢 它的概念 所以快计政策变更 它是指对相同的交易 或者事项 有原来采用的快计政策 然后我们是改用呢 另一种快计政策 有原来的快计政策 改用另外一种快计政策 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前提条件 它说的是针对呢 相同的交易或者事项 这个呢 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关键点 那如果是不同的交易 或者事项 不同交易事项 不同交易事项 可以采用不同的快计政策 这个不属于快计政策变更 所以相同的交易事项 有原来采用的快计政策 改用的另外一种快计政策 这个叫快计政策变更 所以呢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 是相同的交易 或者是事项 我们再试一下快计政策 变更的强劲 关于快计政策 它的变更 实际上我们在学习 第一章总论的时候 讲过这一点 就是关于可比性 一个新制度的要求 那就说针对一家企业来说 快计政策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不得随意变更 并不是说你不能变更 你可以变 但你不能随意 换言之 你要想变更 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满足条件 所以呢 准则就规定了 符合下来条件之一的企业呢 可以变更的快政策 首先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是国家统一快制度 要求变更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法律要求你变更的 法律要求你变更 那没有办法 那你必须要变更 那比如说 从2021年的1月1日起 执行企业快计则的 境内非上人企业 要全面执行新收入计则 新金融工具计则 新租资计则 这不就是 关于法律呢 要求你企业 要采用呢 新的准则 那你必须按照 新准则的规定呢 来进行呢 相当的变更 那么第二呢 就是快计政策变更 能够提供了 更可靠 更相关的信息 虽然法律呢 没有要求我们变更 但是这个是自行变更 但是自行变更 必须呢 要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绪 就是你要能够提供了 更可靠 更相关的快信息 因为快计政策变更呢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呢 是一件呢 比较重大的事件 所以呢 对于快计政策变更呢 还要采取呢 就是要求的条件 就是自行变更这一部分 要求的条件呢 是非常的苛刻 你像刚才呢 我们讲的 第二个条件 如果企业能够提供 更可靠 更相关的快信息 企业是可以呢 变更快计政策 但是 要是自行变更的情况下 还要满足呢 其他的条件 那首先第一点 必须要有 充分合理的证据 来表明这个 变更它是合理的 而且呢 对于自行变更 必须要经过股东大会 或者是类似机构的批准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两个条件呢 同时满足了 而且呢 所提供 又能提供了更可靠 更相关的快计信息 才允许 快计政策 变更 所以自行变更快 政策 要求的条件呢 非常可可 当然有同学 可能会多思考一些 那如果说 它变 企业变更了快 政策 但是它没有取得 它没有获得 充分合理的证据 或者说 它取得了一个 充分合理的证据 但是它没有呢 经过股东大会 或者是董事 董事会 类似机构的批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家企业呢 它应变更快政策 那么按照呢 准则的规定 如果没有充分 合理的证据 或者是 未经 股东大会 等类似机构的批准 或者是连续 反复的 自行变更快政策的 那么按照呢 相关准则的规定 这个是属于滥用快政策 滥用快政策 那就按照呢 前期差错更正的方法呢 来进行快逐处理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关于第二种情形 自行变更 必须满足 这两个条件 如果没有满足 或者是连续反复 自行变更的 是属于前期差错 就是说 它属于快逐差错 需要按照前期差错更正的 快逐处理的 进行 相关的快逐处理 所以这一个 这一页呢 我们要求你必须 要掌握 我们再说一下 不属于快逐政策 变更的情形 不属于快逐政策 变更的情形呢 还要结合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快逐政策 变更它的含义呢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我们采用了新的快逐政策 这个不属于快逐政策变更 因为它是具有本质差别 那也就是说 那么本期发生的交易 或者是事项 和我原先的交易事项 它不是一个相同的交易事项 这里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样自用的办公楼 原来是自己基因管理使用的 那么现在呢 是改为出租了 是不是具有一个本质差别 那原来管理该资产业务模式 那是使用 现在呢 管理该资亚业务模式是出租 所以呢 一个是自用 一个是出租 具有本质差别 所以这一项呢 是不属于快政策变更 所以呢 对于具有本质差别 它实际上 实际上新的交易事项 新的交易事项 采用新的快政策 当然不属于呢 快政策变更 所以要理解一下 什么叫具有本质差别 我们再看一下 不属于快政策变更 里面的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包括两种情形 一初次发生的 二不重要的 那么针对初次发生的 某类交易或者是要 采用适当的快政策 这个并没有改变的 原来的快政策 所以呢 对于初次发生 并不是改变的 原来的快政策 当然不属于的快政策变更 对于不重要的交易 或者是要 采用新的快政策 首先第一点 它是符合快政策定义的 这个说话没问题 当然我们在进行 快利处理的时候呢 还追求重要性质量要求 那如果说这个交易事项 它是不重要的 那么根据呢 重要性质量要求 其政策变更 不会影响 快利信息的可比性 所以呢 不将其作为呢 快政策变更 初次发生的 不重要的交易事项 采用新的快政策 这个不属于快政策变更 这边呢 举一些案例 那么企业原来生产基因过程中 使用少量的低值一号 而且告诉你是少量 那少量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不重要 低值一号 价值较低容易随好 那本身就不重要 而且呢 又提示你是少量 并且价值又较低 所以呢 企业原来这个低值一号比 那何用史呢 那一次呢 是寄入到呢 费用者 这是最新的重要性质量 这一点实际上 我们在第一场走内的时候 是讲过的 但是该企业呢 它近期投产新产品 那我所需要 低值一号比呢 比较多 而且价值又大 数量多 价值大 你说重要不是重要 重要 如果重要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一次 进入到成本费用了 所以呢 企业呢 把这个原来一次 进入到成本费用的 那么针对呢 现在生产新产品 投产的这个低值 所需要低值一号比呢 这个数量多 金额大 所以在零用史呢 它是原来的 一次进入费用 现在是无误 摊销 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 那到底是不是 跨际政策变更 那么我们对这个 相关内容呢 进行相当分析 因为低值一号比呢 在集的生产基因 孤入这种中所占的 费用比重呢 并不大 所以呢 改变低值一号比呢 处理方法之后呢 对随意的影响呢 也不大 就这个低值一号比 比如说对占这个产品 那么它的成本的比例呢 可能很小 所以呢 它是不属于呢 重要的事项 那么刚才已经说了 初次发生的 或者是不重要的 交易或者事项呢 采用新的快计政策 这个不属于呢 快计政策变更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的改变呢 它是不属于呢 快计政策变更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它的表述 就是它符不符合 跨际政策变更的定义呢 当然符合 跨际政策变更的定义 它是属于 快计政策变更 只是说它不重要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结论是 它不属于快计政策变更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要注意呢 它的表述 实际上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表述的 它是符合快计政策变更定义 只是说我们在处理上呢 不怕它作为快计政策变更呢 而进行快计处理 毕竟呢 它是少量低值 我们看一下呢 2018年的这么一个大选择题 那么这一题呢 它的问题是 说下来跟这种假公司 应当作为快计政策变更 进行快计处理的是哪一项 那么针对的A选项 收入确认十点的判断 有风险报酬转移 变更为 以控制权转移 这一项呢 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 快计政策变更 因为它影响的是一个 收入的确认 这里面都说了 关于收入的确认 这个是属于呢 快计政策变更 那么针对的B选项 对于公司股权投资后的 后续计量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的 进入当期损益 改按的全银行核酸 那回忆一下呢 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呢 第十三章的基金工具 对于公司的股权投资 它的后续计量 原来是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变动的 进入当期损益 比如说持股比例呢 是5% 按照第二二整则的规定 对金融资产出入分类 我们把它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的 进入当期损益的 那么现在是改按的 全银行核酸 为什么可以改按 全银行核酸呢 那可能是我增加了持股比例 比如说增加了 25%的持股比例 增加之后呢 就变成了30% 那原来是 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中的影响 现在是什么 比如说重大影响 是不是具有一个 本质的差别 那如果是具有 本质差别的情况下 而采用另外一种 快政策 这个不属于快政策变革 所以呢选项B呢 才是不能选 那针对呢 C选项 债券投资 有贪成本 计量金融资产 然后重分类为呢 以供应价值 计量企业变动呢 就有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然后回忆一下 我们在协议第13张 金融资产 重分类的时候 讲过这一点 对于分类为 以贪成本 计量金融资产 它肯定需要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 也就是 它能够呢 通过活动性 流量特征测试 当然重分类呢 主要是管理该金融资产 业务模式呢 发生变化 原来管理该金融资产 业务模式呢 是以收取 活动现金流量的目标 现在呢 管理该金融资产 业务模式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呢 它是以出售为目标的 原来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现在呢 是以出售为目标 它是有一个 具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那具有本质差别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采用呢 另外一种呢 计量属性 这个不属于呢 会计政策变更 所以呢 选项B呢 这个选项C呢 也是不符合提议的 那么以供应价值 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转换为呢 以成本计量的 无形资产 那就是说 原来可能是 比如说这个土地使用权嘛 原来是出租的 我现在呢 是改为呢 自用的了 那还是有一个 出租 自用 是不是就有一个 本质的差别 它不是一个 相同的交易活的事项 那我在这种情形下 具有本质差别的 也是不属于呢 采用另外一种快政策 这个也不属于呢 快政策变更 所以呢 经过分析了 我们这一题的正确选项呢 那就是呢 A选项 这个资料的阅读呢 实际上和这个选项里边的 表输的实际上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资料呢 我们就不在了 今天阅读了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2015年的这么一个 动画选词体 下来各项属于 跨际政策变更的 有哪些 针对A选项 按照新的控制定义 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的 合并范围 我们前面讲过 合并财务报表的 合并范围 是跨际政策 那如果你调整了它 那就是会计政策变更了 所以选项A呢 它是符合提议的 对于选项B 快计政策要求 这快计政策修订要求 将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中纳 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那么有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呢 非交易性权益国际投资 那么针对呢 选项B 它是属于呢 会计政策 因为它涉及到 比如说 分类啊 或者是列号都可以 原来是针对 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 那影响的权益人投资 原来是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的 那进行核算的 当然修订后的准则呢 把它要转为 要转为呢 这个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呢 那进行核算 当然这个会影响呢 比如说确认呀 或者是报的列号 它是属于呢 影响的快政策变更 那么针对C选项 供应价值计量 使用的估值技术 由市场法变更为收益法 这里边呢 主要是关于 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 当然你不管是采用市场法 还是呢 收益法 依然还是采用了 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这个计量基础呢 实际上并没有呢 发生变化 所以选项C呢 它是不属于呢 快政策变更的 对于选项D 应处置部分股权投资 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 而导致长期股权投资的 后一计量方法 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它是丧失了一个控制权 才导致成本法转权益法 那就说没转变之前 它是取得控制权的 那我转为权益法之后 它是丧失了控制权 所以呢 它是具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那比如说原来是 储比例呢 70% 那么现在我给它处置呢 比如说30%嘛 还剩多少呢 40% 70%呢 是控制 那40% 我们假设呢 就是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 那也就是权益法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控制重大影响 是不是具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那今天是具有本质的差别 然后采用另外一种快政策 这个不属于快政策变更 所以呢 经过分析 针对呢 选项D呢 它也是呢 不符合提议的 所以呢 经过分析 我们这些正式选项呢 应该是A选项 还有呢 B选项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学习第24章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节 跨际估计及其变更的概述 我们这节呢 也是包括两支点 首先是跨际估计的概述 主要是讲述了 关于跨际估计的 它的定义 第二呢 是跨际估计变更的概述 主要是涉及到 跨际估计变更的判断问题 就是说 一项变更 它是不是跨际估计变更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 当然 如果你要识别错误了 本来是属于跨际估计变更 结果你识别为 跨际政策变更 或者是插手更正 那你后面的跨际处理呢 就不可能正确 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这一章呢 关于识别或者是判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点 因为它直接影响了 后面的跨际处理 我们先说第一个指点 跨际估计的概述 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跨际估计 所以跨际估计是 企业对不确定的交易 或者事项 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 为基础所说的一个判断 因为有些交易或者事项 它的结果呢 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取得之后呢 那么它的使用年限 到底是三年呀 还是五年呀 还是三十年 还是三百年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做出一个 相当的判断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跨际估计 那么哪些是属于 跨际估计的情形 这里边呢 我们也是举了 非常多的例子 所以呢 这个举例的部分 就事例这一部分 我们要求你要熟悉 那比如说呢 可变现进程的确定 公允价值的确定 比如说采用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 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公允价值模式 那么它的适用 情形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讲的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模式 比如权益工具 金融资产啊 非同一功能下的 合并成本啊 都涉及到 公允价值的确定 那再比如说呢 预计使用寿命 这个净残值 还有呢 折旧或摊销方法的确定 再比如说 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非业后的 净偶的确定 再比如说 领域进度的确定 还有呢 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事例呢 有一个什么 共同的特点呢 主要是涉及到 一个什么 金额 或者是呢 数字一个 主要是影响的是一个什么 金额方面 或者是呢 数字方面的变化 比如说 可编净值 是不是一个金额 是 国允价值是不是 是 再比如说领域进度 比如说30% 40% 再比如说 最佳估计数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金额 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金额是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 对于这些事例 它实际上是一个 共同的特点 主要是影响一个什么 数值 当然这个数值 可能是比例啊 可能是金额啊 等等 我们再试一下 会计估计呢 它的披露问题 对于企业呢 应当披露呢 重要的会计估计 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 比如说会计政策的披露 你要增弃重要性 只要是披露 一般都要增弃的重要性 只要是要求 比如说重要的 我就披露 重要的就披露 如果不重要呢 如果不重要的话 准则是给企业一个选择钱 你爱披露不披露 就说你可以不披露 你可以选择不披露 你也可以选择披露 这个准则就没有强对要求 但是重要的快计估计 你是必须的就是要进行了相当披露 当然准则的表述呢 叫应当披露 重要的快计估计 我们再看第二支点 关于快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考点呢 很清楚 就是一项交易或者是事项 它是不是一项快计估计变更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关于快计估计变更的概念 快计估计变更是指 由于资产负债的当前状况 及预期的经济利益义务呢 是发生了变化 从而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或者是资产的近期消耗金额呢 所进行的调整 注意了 这个调整的对象 是不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一个什么数值 你不管是账面价值 你还是消耗金额 它都是一个金额 它都是一个数字 所以调整的对象呢 就是账面价值呀 或者是消耗金额 那么快计估计变更的情形 包括哪些 那么快计估计变更的情形 包括了 赖予进行估计的基础呢 是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快计估计变更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变更 基础发生变化 取得了新的信息 积累了更多的经济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可以进行快计估计变更 快计估计变更的情形 和我们刚才讲的 快计政策变更 需要满足的条件呢 可以放到一起来 快计政策变更 比如说 法律要求我们 进行快计政策变更 那我们必须要进行 快计政策变更 再比如说 满足特定条件 企业可以自行变更 快计政策 比如说可以提供 更可靠更相关的快计信息 这就是关于呢 快计估计变更 需要满足的条件 基础发生变化 取得新的信息 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这里边呢 还要了解一下呢 关于快计政策变更 那么它的一个性质 快计政策变更 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快计 估计变更 它是错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以前期间的快计 估计它是错误的 这个呢 我们需要按照的 前期差错 更正的快计处理方法 来进行快计处理 所以这两句话呢 要给它记住 就快计估计变更 它的性质 它不是快计 不是快计差错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2019年呢 这么一个大案 是在此 假公司持有 非上任公司 以公司5%的股权 以前年度假公司采用 上任公司比较法 以适应率 为市场承受估值 估计呢 所持以公司 股权投资的 供应价值 就是说采用的是 适应率法 来估计呢 这个股权投资的 供应价值 由于客观情况呢 发生了变化 为使计量结果 更能代表 供应价值 那么假公司 从2009年的 1月1日起 变更估值方法 那么采用的是 以适应率 为市场承受 来估计呢 所持有公司股权的 供应价值 那简单来说 就是关于这个 股权投资 供应价值的 估计方法呢 是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适应率法 现在呢 是适应率法 但是还是以 供应价值呢 来经计量的 只是估计这个 供应价值的方法 发生了变化 它不会影响确认 也不会影响 这个 也不会影响计量基础 比如说这个5%的股权 假设 假公司 它就是做比较 交易性基础资 来经核酸 那你这个 确认还是交易性基础资 它不会影响 计量基础 还是供应价值计量 它也不会影响列报的 资产负债表上 还是作为交易性基础资 不会影响确认 也不会影响计量 也不会影响列报 所以呢 这个变化 它肯定不属于 跨际政策变革 属于什么呢 属于跨际估计变革 那么在进行 跨际估计变革的时候 它的问题是 对于上述估值方法的变更 假公司 这个正确的 跨际处理方法是什么 当然对于选项B 是明显不正确 不是作为前进 差错更正的 来进行跨际处理 那么对于选项A 它是作为 跨际估计变革的 来进行跨际处理 然后他说 并按照的 企业快认则第28 和快计政策 跨际估计变革 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对快计估计变革 来进行向上披露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变革 是关于公允价值 估值方法的一个变革 而公允价值 我们可以有 单独一项距离快认则 所以这个披露 并不是按照 第28号准则的规定 它是属于 公允价值估值方法的 一个变革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它是属于 快计估计变革 但是我们需要按照 第39号准则的规定 对这个估值技术 极其应用的变革 来进行 这样的披露 当然选项D 当然也是明显不正确 随着经过分析 我们这一题的正确选项 应该是C选项 当然这一题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这一题 它实际上是两问 第一个考点就是 到底是不是快计估计变革 这个很容易回答 但是第二个考点 就像来说 比较有难度 就这个变革 我是按照哪一号准则 来进行相当批论 这个可能有一点难度 好 我们再看一下 205年的一个段障选自己 这样公司204年间 董事会解决 做出下来变革 说下来属于 快计估计变革的 有难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快计估计变革 它调整的对象是什么 调整的对象是金额 或数字 当然你可以说 调整的对象是数值 对于选项A 这样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这里边我们再次强调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是属于快计政策 所以你由移动加签平定法 改为先进先出法 这个属于快计政策变革 而不是属于快计估计变革 所以选项A不正确 对于选项B 改变离职后福利计划的 核算方法 按照新的快计准则 有关设定设计计划的规定 来进行相当追溯 这里边都告诉你 改变它的核算方法 所以对于选项B来说 它是属于快计政策变革 它不属于快计估计变革 那么针对选项C 因为出力量不均衡 将高速公路收费权的摊销方法 由年限平定法 是改为出力量法 它仅仅是一个摊销方法的变化 这个是属于快计估计变革 因为高速公路收费权的摊销 方法是属于快计估计 所以这个变化了 当然是属于快计估计变革 不属于快计政策变革 它是复合提议的 对于选项第一位市场条件 发生变化 将某市场采用 勾引价值计量 基础资产的 勾引价值的确定方法 由第一层级 是转变为第二层级 你不管是按照哪一个层级 作为数值 但是它的计量基础 是没有发生变化了 依然还是采用什么 勾引价值的 软件计量 不一样确认 计量基础也没发生变化 达列宝也没发生变化 所以这一项 它自然是属于 跨际估计变革 不属于跨际政策变革 所以经过分析 我们这个动画选择 体计政策选项 应该是C选项 还有D选项 好 我们继续学习 第24章 我们看一下 第三解块政策 和跨际估计 第一个知识点是 跨际政策变更 和跨际估计变更的 划分基础 第二是划分 跨际估计变更 和跨际估计变更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实物里 那么一项调整 或者一项变更 到底是跨际政策变更 还是估计变更 时常会发生错误 所以我们这一节 实际上又再次强调了 关于识别跨际政策变更 和跨际估计变更 它的重要性 我们先说一下 跨际政策变更 和跨际估计变更 那么它的一个划分基础 当然我们还需要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刚说过 关于跨际政策 它的概念 那么企业应当 以变更事项的确认 计量基础和列表项目 是否发生变更 来判断这个变更 到底是跨际政策变更 还是跨际估计变更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一项变更 涉及到了确认的 影响了确认 或者是影响了它的计量基础 或者是影响了列表 那么这一项变更呢 它一定是属于呢 跨际政策变更 我们先说一下 以跨际确认数发生 变更来作为呢 判断的基础 那如果跨际确认 发生了变化 它一定呢 是属于一项的跨际政策变更 这里边呢 还要掌握一点 跨际确认的变更 一般会影响 列爆项目的变更 这里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在前期 将某项研究开发项目 开发阶段支出呢 就有当机损益 一定要至于啊 它确认为什么 当机损益 进入到呢 列领表里面去 但是按照呢 这个第六号证则 无形资产证则的规定 该项支出符合 自罚缺的缺业条件 应当给它确认为呢 一项无形资产 那就说在变更之前 是确认为一项费用 变更之后呢 是要确认为一项资产 那也就是说 确认发生了变化 你只要确认发生了变化 它一定是一块政策变更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进行区费的时候呢 还要考虑一下 计量基础事物发生了变化 你只要计量基础发生变化 它一定是水快政策变革 比如说原来是采用 历史成本来进计量 现在改用供应价值来进计量 那么它一定是属于呢 这个快政策变革 这里边呢 我们也举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前期对购入的 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的固定资产 初始计量采用的是 历史成本 就变更之前 采用的计量属性呢 是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 而当期按照呢 第四号准则固定资产准则的规定 该固定资产出入计量 应当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制 来进行为基础呢 来进行确定 原来计量基础是另一个计量 现在计量基础是什么 是限制 那就说计量基础呢 发生了变化 那计量基础发生了变化 它一定是属于什么 跨界政策变革 那道理是跨界政策变革 还是跨界估计变革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到了 只要确认发生了变化 只要计量基础发生了变化 它一定属于跨界政策变革 当然如果猎豹项目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也一定是属于跨界政策变革 那么这一点呢 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关于呢 产政部 关于这个2019年一般企业 财报格式的通知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要求是要重点掌握的 比如说 那么在这个通知之前 就是根据 关于2019年一般企业 财报格式的通知 那之前呢 可能说 这个报告项目 比如说应该是作为呢 应付及 这个项目应该叫应付账款 及应付票据 那么根据了2019年 一般企业财报格式的通知 那么现在呢 是要作为应付票据项目 应付账款项目 那你报表项目 你发生变化 它肯定是属于 跨界政策变更的 那既然是属于跨界政策变更 你就需要按照跨界政策变更 相关的规定呢 来进行跨界处理 所以这里边我们再次想调 说今年为什么把跨界政策变更 或者是前期差错更正 能力等级呢 做了一个调整 它有可能会结合新售准则 新租资准则 或者是新金融公司准则 以及结合刚才我们所讲授的 2019年一般企业财报格式的通知 可能会构建了这么一个主观体 那么下面呢 就个例子 某商业企业前期 按照的快据准则规定 把这个商品的采购费用呢 我们是列入到营业费用的 但是呢 根据第一号存货的规定 将这个采货费用呢 是给它列入到的存货成本 那实际上 这个项目呢 首先就发生变化 一个呢 是营业费用项目 一个是存货项目 虽然列报的项目呢 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该项变更 它一定是属于 快质的变更 当然 这项变更 你也可以说是确认 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确认为 营业费用的 现在呢 是要确认为存货的 前面我们说过 确认一般都会导致 报表项目呢 发生变化 那么这些例子 务必呢 给它记住了 第四点 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快递确认 技能基础和列报项目 所选择的 为取了与资产 负贷表项目 有关的金额数值 所采用的处理方法 它不是呢 快政策 因为这里面 是一道金额数值 举例 比如说 什么预计使用寿命啊 原来是三年 现在改为五年 会计估计变更 原来净三值率 百分之三 现在是5% 会计估计变更 所以主要是 涉及到金额呀 或者是数值的 金额数值 它不会影响确认 它也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技能基础 它也不会影响 它的列报 所以呢 它肯定不是呢 快政策 而是什么 会计估计 那今天是属于 会计估计 这个变更 肯定是属于呢 会计估计变更 举个例子 企业呢 需要对某项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的 来进计量 而公允价值的确定呢 需要根据市场情况 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当企业面对的市场情况 发生变化时 其采用确定 公允价值的方法 变更的 仅仅是说 什么发生变化了 不是公允价值 发生变更的 还是这个计量基础 公允价值 只是说我确定 公允价值的 我这个确定 公允价值的方法 发生变更 确认没有发生变化 计量基础 还是公允价值 当然也不会影响列爆 所以它是属于 跨计估计变更 它不是跨计政策变更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划分 跨计政策变更 和跨计估计变更的方法 算是对刚才 我们所做的一个小解 那一项交易 就是一项变更 到底是跨计政策变更 还是跨计估计变更 我们一定要分析判断 这个事项是否涉及 一确认 二计量基础 三列爆 当至少涉及上述 一项划分基础变更时 那就是它只要影响了 确认 计量基础 或是列爆 它只要影响了 其中的任何一项 那往这个事项 一定是属于 跨计政策变更 说它既不会影响 确认也不会影响 计量基础 也不会影响列爆 那往这个变更 它一定是属于 跨计估计变更 下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在前期 按照原块认识规定的 将构建固定资产 相关的一般借款利息 就讲的是前期 就是变更之前 将构建固定资产 相关的一般借款利息 我们是进入当期损益的 这是前期 好我们再看一下当期 说当期更对新的 快计则的规定 这个与固定 构建固定资产 一般的借款利息 我们是给它资本化 因此对这个事项 进行了变更 那么首先 该事项的计量基础 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还是一定是成本的 把经济量的 关键的问题是 确认发生变化了吗 确认当然发生变化 原来是把它确认为费用的 利息费用 现在是要进入到资产里面 这些事物 确认为一项资产 所以确认发生变化 确认发生变化 列爆有没有发生变化 刚才已经说了 确认发生变更 列爆一般也会发生变更 所以针对刚才我们讲 这一个事项的变更 会计确认也发生变更 列爆也发生变更 结论是会计政策变更 再说一遍 确认计量基础 列爆项目 只要有一个发生变更 它一定是会计政策变更 否则那就是会计估计变更 下面我们再看这么一个例子 海市官员的会计政策变更 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 企业原来采用的是 双倍预额计兼法 对固定资产继续折就 只是变更之前 根据固定资产 使用的实际情况 那么现在企业决定采用的 直线法对固定资产继续折就 首先第一点 因不影响确认 当然不影响确认 还是固定资产 计量基础 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以立志成本来进计量 列爆呢 列爆还是在资产负债表上 列势为 比如说固定资产 所以不会影响确认 也不会影响计量 也不会影响到列爆 所以这一项变更 它肯定是属于跨界的 估计变更的 所以呢 对于 这个计量基础 没有发生变化 确认了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都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结论是属于跨界 估计变更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2016年的这么一个大选择期 甲公司二某一五年的二月 是购置了一栋办公楼 预计使用受命的是40年 为此 公司二某一五年 4月30号发布公告称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固定资产 择救年限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这里边是审议通过了 就经过批准了 那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话 那就属于差错了 购置的是一栋办公楼 预计使用受命了40年 那么根据这个议案 决定调整公司房屋建筑物的 预计使用证明 从原定的20到30年 调整为20到40年 然后不考虑其他因素 说下来 关于甲公司对该公告所述 折旧年限调整的会计处理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折旧年限的调整 由原来的20到30年 调整为20到40年 那么会计处理的表述 正确的是哪一项 那么正对的A选项 对房屋建筑物 折旧年限的变更 应当作为一块政策变更 来进行追溯调整 刚才我们已经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像折旧年限 进残职 所有方法 这都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所以选项A 是明显的不正确 对于选项B 对房屋建筑物 折旧年限的变更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这一小计划没有问题 接着往后看 并应当从二某15年的1月1日起 开始未来适用 他是在哪一天做出的变更 是在二某15年的4月30日 不需要进行追逐调整的 后面会讲到 采用的是未来适用法 适用于变更当日 及以后期间 不是从二某15年的1月1号 开始未来适用 所以这个时间错了 但是对于这一小计划是没有问题 对于C选项 对于二某15年2月新购置的办公楼 按照新的会计估计 40年折旧 它是不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的 那么针对选项C 它的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新购入的一个什么 它是购入了一栋新办公楼 哪有什么相同的交易 或者是事项 所以它自然是部署于会计估计变更的 对于选项地 对因为二某15年2月新购置办公楼 因为它购置的是一个新东西 对于2月新购置办公楼 则有凝线的确定 导致对原用房屋建筑物拯救的变更 应当作为重大的快差错 来进行追求重述 因为这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了 公司董事会都审议通过了 如果没有审议通过的话 它可以做了变更 这个可以做一清查所 这是没问题 所以经过分析我们这一题的正确选项 那自然就是C选项 刚才我所讲解的是 关于就是理论片 就是跨际政策变更 跨际估计变更 主要讲解的是 这两项变更 那么它的一个区分 那么本章的第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